我普通话也不是很好 但是直播就四四阿姨们 你们会支持我的对吧 我现在就是想着去创业 我想着我创业成功了 我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你们支持我去创业的各个一吧 我真的也不想去看别人的那些 那个什么 你怎么哭了 没事 你怎么哭了 没事 我跟直播就四四阿姨聊天了 没关系 你不要哭 你放心 我是不会走的 不是 我觉得怎么说呢 因为可能我文化成绩这些 我水平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我又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那种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 我就是要想把自己去创业 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 你们知不支持美罗去创业吗 我就想现在就想创业 阿姨说什么呀 他说了他派一个人过来了 他肯定是找到我在哪里了 找到哪里位置了 但是没事 你不要管那些 反正他拿走就拿走吧 我也不在乎那些 没事的 我觉得你阿姨说的也很对 我觉得以后的生活的话 只要我们不饿着真的 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 哥姐姐们 但是他他还说了 他说他找了一个人过来 要把我带走呢 所以说呀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说没事的 你你去你跟着 你还是听你妈妈的吧 你这样子穿什么业呀 所以说啊 你们知不支持美罗去创业吗 我现在就是 我真的我现在就想着 我能要么我出去上班 要么我我干嘛 我可以 我要做一些 我要做自己的事情 我要把自己做强大 而不是 所以说我现在就只有这个想法 等哪天我成功了 我觉得应该 所有世俗的眼光都会抛都会 到时候那些世俗的眼光 应该对我来说 应该他们应该对我是刮木虾看的那种吧 你都瘦了 没有没有 哎没事没了 反正你你什么 我现在是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 没事 我觉得上华尔没关系的 你真的 我觉得我也不想因为你 因为我跟你妈妈发生矛盾 你知道吗 我更不想你因为我 放弃了你半生的心血 你懂吗 所以说真的 你 我不想你因为我去面对这一切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觉得你就应该替阿姨的 我也而且我也想要 真的 我 我现在就想把自己 给自己创作出一片天地来吧 加油 对 全屏 谢谢你们的点赞 在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 如果你们支持美罗 创业喜欢美罗 你们左上方给美罗点个关注 花个一毛钱 加个美罗的粉丝灯牌 好不好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 真的我非常谢谢你们 我也很开心 真的 能在网络上面认识到这么多的 这么多这么好的叔叔阿姨们 我真的也 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 我真的我也很开心 有这么多的叔叔阿姨 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跟我 这个是就是发消息跟我说要认我当干女儿呀 这种我真的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你们这样子 喜欢美罗真的 哇谢谢谢谢送的粉丝灯牌 一人一个粉丝灯牌就行了 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谢谢哇 点赞都1万云了 真的谢谢 真的美罗 就算什么这个有加号 点了加号还有一个美罗 将你们点进去就是粉丝灯牌 就算什么都没有了真的 我们也可以一起努力啊对不对 一起努力了以后真的什么都会有的 对不对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没事我我不怕从头再来真的 他就算把我的那些收走了 又怎么了吗 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可能你们有些人 新进来的你们不知道 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是 让我回去不要待在这边了 但是我是我是不回去的 现在 他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要把我的 车子呀房子呀什么的都收回去 真的 但是我不怕真的我不怕从头再来 真的哥姐姐们你们知不支持我 支持的你们抠个一我看一下 支持的你们抠个一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是支持我的 谢谢你们的点赞 谢谢 你看公屏上有这么多人扣了 你看见没有 不要怕面对自己 对你们把一扣在公屏上 我让美罗看一下我的 我的那个决心好不好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 哇这么多人都扣一吗 你看一下嘛 你看一下公屏 什么都没有 但是 怎么说呢 我不想一哨话 因为我跟他妈妈发生矛盾 你知道吗 百善笑为些 肯定是妈妈占第一位才行的 所以说我不想 我只是不想他们跟他们发生矛盾嘛 再加上我本身也是他妈妈说的那种情况 真的我觉得也是哎呀 你不要听我妈乱说 他是 他是乱说的 他说你什么农村什么什么的 真的他不知道 而且他又没见过你对不对 如果说他见到你 他也会很喜欢你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 我妈妈 会不会喜欢美罗呀 你们觉不觉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真的会喜欢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我 毕竟我是 最知名的一个点 我就是没有文化 真的 如果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真的 啊 我真的我会 我就算是干嘛 我真的也会把诗读着走的 我真的 你们觉得会不会 会的话把灰子打在公屏上 我看一下 真的 你如果他见了你的话 他会喜欢你的 真的 他现在是还没有见到你 你看公屏上他们都打会 你看这没有 对把灰子打在公屏上 让美罗看一下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那是因为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 都把我当成妹妹一样 女儿一样看待 所以说 才会 你们都会觉得美罗就是好的 所以你们都会打会 我真的我是 上华 你一定要把美罗离到你家 让你妈妈 我觉得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去 我要不要把美罗带回去呀 哎呀 见面好好说 我不敢去 直播就叔叔阿姨们 对我觉得如果说 真的我妈见到美罗了 她肯定会喜欢美罗的 不会的 但是她那天给你打电话说的那些真的 我真的 哎 我她肯定是 什么那个什么人在她就是 她面前说你坏话的 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是我们还她也不会这样的 哎 这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都没有不怕 你对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真的我 我不去在乎的真的 就算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真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没事的 直播就叔叔阿姨们 我觉得 没关系的了 其实本来 本来我也就是把烧滑当成我哥哥一样的 没事的 他本来就是这段时间 确确实是烧滑的话 确实也是帮了我很多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烧滑 真的直播就算了 这段时间他在我身上付出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也是把他当成哥哥一样的 我觉得没事的 其实哈 没事的 哎 那个人是不是 啊 我妈说他派个人过来 他说那个人马上就到了 啊 真的吗 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说他可能是不知道从哪里打听的 打听的我的位置 那个人说他已经找到我的位置了 说是他马上就过来了 啊 我也不知道 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该怎么办呀 他说我妈说让那个人把我的车子什么的 把我都带回去 啊没事你没事你回去吧 那就真的你回去吧 子宝家叔叔阿姨们真的咱们不你们不要再这样子打字了 就让少皇回去吧没关系的 没事的少皇你回去吧真的没关系的 你看过年了我 我我想看到的是你跟你爸爸妈妈 一家子开开心心的一起过个好年 因为呃一年一度本来过年对不对是一个春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不对我 我真的我不想你因为我跟你爸爸妈妈发生什么毛 对所以说没事的你你你你你你先你先回去吧 但是对不对直播结束 不再生命 让上华回去吧我觉得 哎但是你觉得如果说我这样回去的话 我这样回去的话你会觉得我我会开心吗 我一点都不会开心的 回去解决 两个人都回去 哎呀 哎呦他是不是来了呀 我看我听见有个车停 车停在那里的声音了 哎呀我去看一下 你你坐着跟他们聊会儿 天我去看一下啊 你你没事 你不要怕美龙有在呢 有我在呢 什么情况啊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什么情况呀 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他现在是 沙华真的会走吗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他真的会走吗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一起回去 不可能跟他一起回去的 沙华不会走的 真的不会走吗 你们觉得沙华会走的 扣一不会走的扣二 我真的我一个人的话 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 你们能不能把美龙吃吃一下 指意啊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你们都觉得他不会走 万一他要走了 我又 不会走的你们扣二 我该怎么去 去说啊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我该怎么办呀 直播就说说阿姨 还有姐姐 上华不会丢下我 真的吗 你让他回去是正确的 我真的 是吗 魅罗怕什么 没事啊 其实 我是这么想的 直播就说说阿姨们 如果他妈妈真的非得让他回去 我觉得我也是支持他回去的 因为我不想 因为我他让他妈妈跟他发生矛盾 我也不想因为我 他们本来的一个好好的村姐 就因为我的园业 闹得不欢而散 我更不想因为我 等少华回去了 他那边的亲戚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围绕着 然后说他骂他那种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少华真的要回去的话 也没事 没事 我们